三十八岁演员文章 与大八岁女星马依丽曾有过一段童话般的婚姻 两人于2008年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并先后诞下长女文君竹 文爱玛及幼女小小文 组建四口之家 唏嘘的是 婚后男方因与女星姚迪的一段虐恋 亲手葬送幸福家庭 昔日夫妇于2019年7月正式结束11年夫妻情 文章离婚同一年 2019 姚迪下架经营酒店生意的高节 一对野鸳鸯并未修成正果 与前妻马依丽离婚三年多以来 文章的感情动态备受外界关注 坊间曾盛传 她与大女儿爱玛的舞蹈老师关系暧昧 后来又传出恋上演员黄炎飞 剧组化妆师等 但每一桩绯闻都无理看花 直到4月12日下午 八卦媒体终于拍摄到 文章新恋情实锤的证据 今次她与新欢女友及女方父母 一同现身机场飞往海南三亚旅游 看来二人感情稳定 已步入见家长的阶段 据狗仔爆料称 当天文章一行人来到机场 前往窗口排队办理托运手续 女友拿着行李箱紧跟其后 或许是办理托运过程中 遇到一些小麻烦 一位身穿裙子的金发女士 走上去询问详情 看是否能帮上忙 起料 脾气略大的文章转过身 直接数落金发女士让其走开 后者表情委屈也是敢怒不敢言 其实 这位长辈不是别人 她正是文章女友的妈妈 及未来丈母娘 一脸无奈 对于文章的坏脾气 不少网民亦是纷纷打抱不平称 怎么能向准丈母娘发飙呢 引发不小的舆论争议 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 拖印相关手续终于办投完毕 文章让女友拿行李先行一步 后者竟有狗仔偷拍镜头 亦是刻意与文章分开行走 且保持着距离 似乎是在友谊避嫌 曝光机场照中 只见文章女友 身穿一件灰色风衣 搭浅色牛仔裤 头戴棒球帽 留着一头绿色长发 尽管口罩遮面未能露出真容 但眉宇间人透出清秀气质 身材高挑纤细 丝毫不说男友的前妻马依丽 对比先前狗仔拍到的文章约会画面 似乎是同一人 看来已交往快两年 据狗仔透露 文章女友是一位圈外人 而且有过一段婚史 有意思 不知是恋情被实锤还是心情不佳 独自走在最后面的文章 显得闷闷不乐 不回应任何话题 相众 只见她头戴鸭舌帽 身穿工装服 单手插兜 低头猛走 整个人销售许多 另一箱 马依丽恢复单身状态后 身边桃花也不断 曾被港媒爆料 与小17岁鲜肉吴浩尘打得火热 昔日夫妻感情生活各自精彩 图片来源网络 青泉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